高学历和低学历的人最本质的区别在哪 看完这一集直呼佩服 刘畅毕业于985院校浙江大学 仅26岁就读完了医学博士 学历是心血管内科师牺牲里面最高的 而和他搭配的则是毕业于 日本院校沈阳医学院的高尚 如今29岁延一再度 两人学历天差地别 但小高有着两年的临床经验 而小刘除了学历高之外 对于临床方面几乎是小白 刚来实习的时候可以说是一问三不知 而经验丰富的小高对答如流 在小高回答的时候 刘畅整个人处于发蒙状态 显得是分手足无措 他所有的指示都停留在磕盆里 两相对比下 高尚显得更加厉害 除了回答医生的问题之外 刘畅面对患者也显得很慌乱 临床上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核对患者信息 而流畅完全忽略掉了 问的问题也是一些口水话 没有任何营养 很明显他还局限于书本上给的东西 相反高尚则很自然 笑笑呵呵地与病人聊天中 轻松获取了自己关键的信息 还不会引得病人反感 可他有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经不起垮 仅仅实习半天 就有来自多名医生以及导师的垮赞 就连那个985博士搭档 也不停表示要向他学习 每当听到这些高尚就笑得合不拢嘴 殊不知流畅早已下了决心 我要加油 对 合体到正二 不行 得第一 在先前的比试中 流畅居然是倒数第二 自己最高的学历却是最差的分 流畅决定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 当天晚上几乎所有人都走了 流畅独自一人乐部 临床之时到凌晨三点 期间还针对自己所发生的问题 重新去病房问诊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昨天医生已经留下了几个问题 而现在就是抽查的时候 面对第一道题 高伤还能对大入流 可第二道题就直接卡住了 这个还是医生昨天做种强调要记住的 值得一提的是 在医生向高尚提问的过程中 流畅并未插嘴 直到医生询问他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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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读 昨天提的那个他没记住啊 谁知道 这也太难读了吧 流畅不仅会读 还能将单词每个字母代表的专业名词解释清楚 仅仅过了一天 形势突然调转 如今轮到高尚在那里手足无措 到目前为止 两人还能和平相处 可后面快速成长的流畅 让高尚感受到了危机 985女博士因为做的太多 直接被二本的同事气哭了 你作为一个29岁的人 你不好好努力 你怪别人 我实在忍不了 我也实在忍不住了 你今天你那个汇报 简直给我打败了 你知道吗 我没想到你能撬出三份报告出来 然后你还不告诉我 流畅从没想过 做的多居然也是一种错 就在昨天带他们实习的医生 让他们对自己跟进的三位患者进行回访 当然相应的要写出报告 尽管导师强调让他们一起回访 可高尚依旧坚持分开回访 流畅听完有些有余 但还是答应了 一二天医生检查报告时 医生明确表达了不满 并且高尚只提交了两份 而流畅提交了三份 其中就包含了高尚所回访的病人 质量也很高 并不像高尚那么敷衍 自然得到了老师赞赏 高尚文言有些不悦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老师我们要检讨一下 因为可能也是我们两个沟通的原因 我很想说 你们俩不是合作去做的吗 因为可能也是 我俩没沟通好呢 高尚将问题归 解与两人的沟通 而事实是流畅提前与他沟通过 他并不同意 这里高尚已经表现出不高兴了 等老师一走 他就暴露出了自己本性 至此流畅是为了正表现 强行内卷写了三个 让自己在老师面前出球 此话听得流畅一脸梦 老师不值得并不是作业 目的是让他们能更了解病人 并且写三个对他来说并不难 那你也要告诉我一下 你写的是三个 你这样是搞得我 像我少写了一个 晚上我还怕老师批评我 批评咱们说那个没有写 那昨天我明明跟你说 说了呀 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写 因为对疾病的了解 你说你写不完 我说那我们建议 反正我搞不懂你在想什么 啊这句话 流畅文言也是一头雾水 追着高尚想要揭开误会 然而高尚却不想多解释 回到办公室就像个没事人一样 流畅则是坐立难安 纠结办上后他还是开口了 你有你的优点 我有我的优点 你却从来都看不到我的优点 你知道这对我造成多大的崩溃吗 其实两人是所有实习生里 最看好的一对 流畅专业知识过硬 高尚临床知识丰富 两人形成互补 可高尚看不到这些 起初他靠着丰富临床经验 多次收到老师夸奖 毕业于二本冤校的本科生 却力压985博士后 高尚十分享受这个过程 可随着实习时间越来越长 流畅后几波发 再加上十分努力 成长十分迅速 由此高尚感到了危机感 面对依旧拒绝沟通的高尚 流畅委屈地哭了起来 昨天老师明确表示要写三个 但高尚为了偷懒 只想写自己负责的两个患者 同时让流畅也写两个 我说我觉得我能写完 他说那你写吧 反正我写不完 我说那尽力吧 同伴得知原委后急忙上来安慰 高尚取完电脑回来 就看到流畅在和他们说话 以为是在埋态自己 肚子里憋了一肚子祸 我也实在忍不住了 你今天你那个汇报 简直给我打败了你知道吗 我没想到 你能撬出三份报告出来 然后你还不告诉我 我交的是两份报告 你作为一个29岁的人 自己不好好努力 你怪别人 985医学女博士熬夜完成任务 却应做得太好 贝尔本毕业的队友责怪 我可以这么说 我俩接触这么长时间 我俩没有一次合作的 特别完美的事 流畅怎么也没想到 高尚从始至终都讨厌他 这句绝情的话 也惊待了众人 高尚也反应过来 自己说中了 行行行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好吗 我重新地给你 承认道歉好不好 行不行 阴阳怪奇地道歉 彻底气哭了流畅 头也不回地走了 然而老师布置了 一个重要的任务 需要团队协作才能完成 流畅移走高尚直接晃了 那你睡觉不做了吗 明天工作 我今天不睡觉 也会把工作做完的 就在所有人以为 流畅会和队友彻底闹白时 第二天的一个行为 就啪啪打了众人的脸 也让高尚无地自由 流畅不仅独自一人 完成了PPT制作 还是全英文的 参考了大量文献和案例 精美成都让老师们 都忍不住赞叹 并且开场一句话 直接展现了博士后的气度 这个PPT以及今天汇报工作 由高尚同学 进行文献查阅和整理 由我来进行PPT的完成和展示 刘畅将所有的功劳 都归于了团队合作 这是所有人没想到的 要知道在此之前 两人连话都没说过一句 精美的PPT再配上完美的口彩 期间还能透过医学本质 展现人文关怀 未罕见病人发声 满眼都是医疗的未来 自然和队伍之间的矛盾 就不值一提 首先我想说 我对这个幻灵片 还是非常满意的 还是英语的 这个我想给大家印象都很深 靠着心中那份鉴定 流畅成功拿到了小组第一 经过这一世高尚也明白 医学不论是从研究 还是临床 靠的从来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整个团队 取长不得 努力提升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眼看到了吃饭时间 高尚主动和流畅搭话 你要吃啥吗 没事我有这个表 你们去吃吧 走吧那王蕊走吧 喝了呢 要喝什么吗 他就问了一句 喝什么 你就买 你们去哪吃 我跟你们一块去吃好了 好开心 干杯 干杯 你家就敢ổ 滑